这两年总在看一些博主在聊经济 聊房地产 聊股市 聊就业 我觉得特有意思的就是 他们中很多人 包括一些知名的财经博主 还给出了很多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我倒不是说他们不该建言献策 或者说传播一些积极的信号 而现在这个阶段 大家关心经济必然也是理所应当的 可问题是我发现 其实很多最基本的经济原理 你反复说反复说 也就是说说 然后就没了 什么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保证劳动法的执行 什么规范股市投资机制 什么重视民营经济 甚至还有什么带薪休假 还有放松房地产的限制 反正等等吧 从我的角度来说 我劝各位在座的 真的要看清这些发布的政策 为什么我上面已经说了 如果这些经济政策真的有用 你们也就不会再去看这些经济新闻了 因为你不用担心你的工作 明天就没了 你也不用担心你自己的房贷还还不起 说的再难听一点 如果这些政策真的有用 你的公司至少也不敢让你违法加班 所以我先说说我的结论 如果以现有的这些政策惯性 我希望各位不要抱有任何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觉得经济马上就能通过这几个政策 恢复到原来的速度上来 不可能 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 和已经失业的中年人 一定要认清这个现实 才能更好地对应自己的未来 所以呢 各位 我们的时代变了 我今天就来聊聊如何对应自己的未来 先来说说我对经济政策的看法吧 为什么我说这些政策呢 基本上都是没有用的呢 我就不绕弯了 直接了让的直撤要害啊 我们现在的根本矛盾啊 就是所有的劳动者的收入太低了 这些劳动者啊 包括所有的工人 农民 公务员 技术人员 服务业从业者 创业产业从业人员等等吧 这些靠劳动吃饭的人 我个人觉得啊 根本不用去联究什么楼市 股市 什么民营经济 公有经济 科技行业 甚至什么扩大内需 刺激消费 国内外双循环 这些都不用去分析 不用去研究 没有用 为什么要稳房地产啊 难道你真的是以为 是为了大家能买上房子吗 为什么要刺激消费啊 难道你真的以为 是为了你有钱能消费吗 为什么要国内国外双循环 难道你以为美国人拍电影 就只在中国上映吗 还是海外上映吗 而他们自己不看是吗 为什么要救股市啊 我之前说了好几次了 你但凡背着一个房贷 而且你还失业了 股市要是绿了呢 你也许还能偷着乐 他要是涨了 你猜猜你的钱是贬值还是深值 还有现在的稳就业政策啊 我不能说了 再说这个视频可能就发不出去了 所以呢 我们的所有节症啊 都在于收入太低 福利太低 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 包括有钱人 你们如果问我 为什么不聊聊 劳动者输入为什么这么低呢 那我就要说了 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可能要看的 就不是我的节目了 而长久以来呢 很多人就是看着政策生活的 让你少生孩子 你就只能生一个 现在呢 又鼓励你生孩子 让你高考你就高考 他们说打游戏 对孩子身心有害 那还真有傻子啊 就不让自己的孩子打游戏了 然后就去疯狂的报补习班 他们甚至说啊 城市没有工作机会啊 你可以到农村大展拳脚啊 那我就立刻想到了上山下江 真的 历史从来没有走出过这个循环 所以呢 你要是自己啊 不长点脑子 骗你的可就不只是那些 绵北的诈骗犯了 你身边的人啊 可能都会骗你 其实啊 那些专家学者说了半天啊 都是最基础的经济学理论 公司不挣钱 股市还能怎么涨 你都没工作 你们会买房子吗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啊 哪些政策是对自己有利的 哪些是不利的 然后呢 我先来聊聊我自己的经历吧 嗯 我想啊 可能会给一些真正身处逆境中的朋友们的一些参考 虽然我也不是什么成功人士 但我自取啊 从来就没有对失业这件事恐惧过 当然失业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成绩啊 但我想我们大部分人或是或多或少总会遇到 如果有人没有遇到过失业 我想这样过于顺畅的人生啊 也不一定值得我们这些凡间的人参考吧 我当年一毕业其实也遇到了危机时刻 我本来是学计算机的 对编写程序呢 并无任何兴趣啊 我很清楚我无法找到一个程序员的工作 即使我努力找到了 那也不是我想做的事 所以呢 我就直接把方向换到了我喜欢的设计方面 那时候啊 我既不会用设计软件 也没有什么美术基础 我甚至呢 连一台个人电脑都没有 但如果你有了一个目标呢 路上的一切就不会难倒你 既然找不到工作 那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现在想起来啊 我的运气还是很好的 我遇到了一家书店招人 然后呢 这家书店正好也卖设计相关的书 我几乎就是在这家书店 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我所有的学业 不但把书架上 我觉得有价值的设计书全看了一遍 而且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电脑 这就好像呢 你每天看书洗我 这时候终于有了个机会可以实战了 我继续用了两个月 使劲的做作品集 现在我回想起那时候啊 除了上班睡觉 就是学习设计 不和任何人来往 不浪费一点时间 然后又用了一个月 终于找到了工作 这些在我的记忆里啊 没有任何倦怠 也没有任何迟疑 更没有任何痛苦 全是满足 我想我现在依然是这样 你只有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的时候 人的内心才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什么收入低啊 什么经济危机啊 甚至你住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 外界的任何东西都影响不了你 所以呢 只要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冷静的 清醒的 看待身边的一切 就很难被周围的那些变化所影响 我们也不能只是埋头骨干 而不看方向 走错路比走的慢更危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次回到全局上来 看看为什么现在的工作很难找 首当其冲呢 就是民营经济的全面收缩 老板都不干了 你们当然找不着工作了 至于为什么老板都不想开公司了 这些就不用我在这里再细聊了吧 看看我们过去都做了些什么 你们自然就懂了 而现在呢 我只看到了一些宣传向的松口 要提振民营经济 要保护民营企业家什么什么 说到这里啊 我甚至有点想笑了 川建国说美国要再次伟大的 要保护本国的制造业呢 那我们也同步了 要保护企业家了 美国人想要制造业回流呢 甚至比我们要保护民营企业家更难 我们其实已经能看到 美国确实在努力限制我们的产品了 但我依然没有见到 我们的政策如何让开公司的人更放心 所以呢 那些怀揣着找工作的人啊 除非我们有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呀 我觉得我们的就业问题 短时间内都可能难以好转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第三产业 基本就是残废的 别看我们制造业第一啊 别看我们资源丰富 其实那都不属于普通人 一般来说越发达的国家 第三产业就越发达 而第三产业呢 才能容纳一个社会 绝大多数人的就业机会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确实还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呢 即便美国人不限制华为的手机了 华为的销量呢 全球第一 那我告诉你啊 和你是没有关系的 除非你是35岁以下 除非你是个985 除非你还是个优良的社畜 能在华为上班 否则那就是和你没关系 所以我说 第三产业好 你的工作机会才会多 你想当个画家 你想当个演员 舞蹈老师 甚至是赛车手 足球运动员 你甚至只是想当个 24小时便利店的服务员 都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给你 而不是所有人 都挤在机箱三宝和铁人三项里 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业 都有各种政策性的管控 这些直接就让我们的第三产业 总是还没有成长呢 就被掐死在枪包中 而我也没有看到 这方面有什么实质的改变 我之前就说过 我在游戏公司的经历 本来做的挺好的 一个文件下来 公司就倒了 我还聊过汽车的后市场 影视行业 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那就请各位认清现状吧 想要找到不管控的行业 你就要充分发挥你的智慧了 第三呢 就是我们很多毕业生 以及常年工作的中文人 价值观非常单一 毕业就只能找对口的工作吗 失业就只能找原来的工作吗 这个世界上 可不只有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 这些工作 我倒不是说我鄙视这些职业 而是为什么有大量的人 在失业后 要不就是没事干躺平 要不就是去送外卖网约车 我知道很多人会以这些工作 作为一个短期应急的手段 等待经济恢复的时候 再干回老本行 或者等待着找到之前同类的工作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时代已经变了 不要把幻想留给过去 我们面临的是新的情况 就好像90年代末那些下岗的工人 从几十年体制内退出后 面临的情况是一样的 他们不得不自己找到生存的出口 不会有人怜悯和同情 只能靠自己 而我们的教育的本质 其实就是让绝大多数人不思考 最后发现毕了业工作都没了 大学扩招以前 这个问题还不严重 但是到了现在 什么情况 你们都看到了 所以唯学利论 真的就是一句骗人的谎言 家长骗你 老师骗你 身边的人都在骗你 哎呀 考到个好学校 未来一定有出息 拜托了 时代真的变了 动动脑子吧 但无论在任何时代 只要手里有一个真本事 那才是你在社会上的通行证 无论你是蓝翔毕业 还是清华伟大 那如何面对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呢 那我们就接着聊 其实我最奇怪的 就是躺平这个词 居然在青年人中流行 说实话 在我眼里 上班挣钱 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聊的事吗 大多数人只要一上班 立刻就变成了一种工具 而不是一个人 我也知道很少有人能做的工作 和喜欢的事是同一件事 但是在我看来 如果你失业了 其实就是从一个工具 恢复到一个人的状态了 你的人生 应该就有各种的可能性 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事 怎么会有人躺平呢 我想了想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没有目标 只是活在别人的目标里 那自然而然 就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了 自然也就会躺平了 所以人为什么要躺平啊 人生真的就只有一次 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事可以干 挣钱如果是你的唯一目的 我真的就只能同情你了 千万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 对以后无意义的工作上 吉祥三宝和铁人三项 都属于这一类的工作 短时间的应急没有问题 干上一两年甚至更久 那就太可怕了 你想想 如果你干了三年美团 除了挣了点生活费 你还会收获什么 电动车骑得更溜 还是把这个地区都认识了一遍 要算上通货膨胀 你挣到的可能连未来的生活费 都支付不起 所以你一定要做 对你未来有所积累的事情 要做复利收益巨大的事情 我想就算是送外卖 至少你可以了解 这些地区住的都是什么人 他们都喜欢吃什么 他们的口味如何 这些数据 也许就能对你 开一个餐馆有巨大帮助 人生是自己的 别人怎么看都不重要 但一定要有目标 有的人的目标是开个大公司 有的人的目标就是一个小餐厅 那我觉得目标大小真的不重要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即使最终目标没有达成 那种为自己的付出 也要远比忙人上班 或者躺平更有意义 我之前就曾聊过一期视频 经济危机其实不一定全是坏事 随之带来的 可能就是各种利好政策的放开 现在这些政策 其实也是印证了我说的这些 虽然我上面说了 不要去关心政策 看起来好像自相矛盾 但我想说的是 一切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 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 而真正重要的是 当经济恢复正常时 你一定要有把握住机会的能力 我上面说了 国家的第三产业还非常不发达 在GDP中的占比还很低 这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一定要用你的大脑去发现 比如说 现在的越野车越卖越好 玩户外的人逐渐增多 这其中会不会有很多机会呢 现在经济下行 去高档餐厅的人越来越少 但人总还是要吃饭的 这里会不会有新的商机呢 还有现在 青年都不结婚不谈恋爱了 是他们不想谈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可能是现在的观念在变化 匹配方式发生了变化 过去谈条件 现在也许要谈价值观了 如果再个人一点 如果你就是想当个歌手 我甚至觉得 现在也比过去更有机会 过去主流媒体时代 话语权都集中在 个别大型媒体 或者权威专家手上 但自媒体能够帮助 普通人更快更好的 扩大影响力 也许你就是下一个王妃 或者是刀狼呢 是不是觉得 我说的太理想了 各位 我想看我节目的人 应该都是不想当咸鱼的吧 有理想有什么问题吗 万一成了呢 记住 为自己而活 才是最重要 那最后呢 我还想聊聊 现在的年轻人 很多人不理解 现在的年轻人 为什么躺平 为什么不像 7080后一样 愿意奋斗了 其实很简单 现在这个社会 没有提供有效的价值感 我们那代人 虽然也是糊里糊涂 但能住上大房子 能开上好车 就是很多人的朴素理想 但这个其实已经 满足不了现在的年轻人了 我们经过了 将近20年的高速发展 整个国家 在物质生活上 也要远远好于过去了 我理解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对房子 车子的这种偏物质的追求 已经不那么强烈了 他们当然需要 有丰厚的收入 但还需要有 公平开放的社会环境 以及能够实现 个人价值的平台 而现在我们的社会 不但给不了丰厚的收入 更不要说公平的环境 和个人价值了 我想这就是很多年轻人 选择躺平的重要原因 而我们很多年轻人 即使有了工作 甚至有的人依然拿着高薪 也觉得疲惫不堪 没有干净 过去那种 只为吃穿住 奋斗的年代 早已经过去了 精神层面的开放 并没有随之到来 这就是我理解的 我们的现状 我说的这些 可能没有用 但我还是请大家 看清我们的生活环境 这样才能更好地 把握你自己的生活 今年的落奖得主 阿希莫格鲁 在关于 绝取性制度 和包容性制度的理论 我想很多人 已经有所了解了 我是比较认可 他说的这套理论的 有兴趣的 当然可以去看一下 而我们的社会形态 现在确实卡在了 这两种制度 变革的中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变也不知道能不能变 但我知道 这件事的决定权 其实在我们年轻人手里 如果年轻人都躺平了 我们的社会 自然就不会有未来了 请大家珍惜年轻人 那好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我是波尔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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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